YouTube昨天流传这样的一段影片 叙述昨天下午在新北市新店刺激医院的门口 疑似计程车的司机排班纠纷引发了冲突 而当时其中这位男子先推了小黄的问奖一把 随后其他三个人轮流上前来围殴这位问奖 而且试图反击的问奖挂不敌众 最后遭到世人打倒在地 而由一位排班的司机上前来劝阻这整场冲突才终于停止 遭到尾欧的小黄问奖连衣服也遭到扯破